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哪一种房型人 你可以拿笔来直接做心理测验 出国前最后的准备 除了护照 钱跟手机之外 你只能再挑一样 你会选择 分享一下 你们在睡觉的时候 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最有趣的睡觉经验 或者是你们想睡 但是没有办法睡觉的一个睡觉经验 因为我还蛮常睡觉 突然你脚悬崩然后就掉下去 然后脚这个人会抖一下 然后就醒了 然后超美心的 只要有天气晴障的行动 我可以看到东西 你看 国小六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就去住国小同学家 然后结果 睡前的时候 我就跟她妈妈要了一杯水 然后她就给我一杯 很大杯 很大杯的水 最特别的是睡在 都兰国中的操场上 因为那时候睡觉的时候 然后天上就全部都会醒醒 所以我才会 今天拖了一个成品过来 最后它就是变成了一个情人的手臂了 你在完成之后 你可以揉揉它压压它 把它变成一个舒服的 有失眠状况的人 绝对是要在睡前的时候做一些伸展操 它会对睡眠很有帮助 这个是医师说的 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随便讲的 好我们看一下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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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们怎么抱 鱼是已至沉 鱼是已至沉 时行可以睡觉 时行可以睡觉 属羊来困 属羊来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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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